这本书要问有多冷门 就是它冷到电子书都搜不到 但是一口气读完之后 我仿佛又看到了国际之光 这种感觉真的是继陈浩基之后 非常鲜有的 那么这本书到底有何故人之处呢 话不多说 让我一口气讲给你听 点击订阅按下小铃铛哦 小莫一家人住在清兰园安治桥区 17号楼一单园401 这是一栋五层不带电梯的老房子 每天早上小莫上学 都是妈妈逃方给送出家门口 爸爸杨远在楼洞口的车里等着 可是这一天呢 杨远在楼下左等右等 不见小莫的身影 联系了妻子之后才知道 小莫早已经下楼了 起初两个人也没当回事 就以为是小莫不想上学 在楼道里跟他们捉迷藏 可是把楼道翻到个底朝天 也没有找到小莫的身影 这时候二人就有点慌了 开始一户一户就敲邻居的门 除了302室没人之外 其他邻居都说没有看见小莫 这一顿操作下来可不得了 所有的邻居都知道 小莫在楼道里人间蒸发了 立刻就有人报了警 就在等待警察到来时 杨远突然想起了 昨天晚上的一件事 昨天晚上 恩怀辅导完小莫作业 要回家的时候 家门钥匙好像找不到了 说到钥匙 莫非小莫偷了恩怀的家门钥匙 现在就躲在302室 说起302室 那可是小莫一家最熟悉的邻居了 爸爸许安正 在建材市场经营一个装修公司 平时工作非常繁忙 早出晚归 女儿许恩怀正在念初中 小姑娘不但人长得漂亮 乖巧伶俐 而且成绩非常好 有一天杨远很晚下班回家 看见恩怀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楼道里 问了之后才知道 她忘带钥匙了 爸爸还没回家 杨远怕她一个小女孩不安全 就把她让进了自己家 这可怕小莫高兴坏了 她十分喜欢这个小姐姐 加上恩怀成绩优异 她还可以辅导小莫写作业 恩怀的吃饭问题解决了 小莫的辅导作业的问题也解决了 两全其美 于是之后的日子 恩怀几乎每天都会来杨远家 吃饭辅导小莫写作业 昨天晚上也是如此 没过多久 张警官带着技术队就赶到了现场 听了杨远的推断之后 他们立刻联系了302室的户主 就在大家焦急等待302户主归来的时候 恩怀突然回来了 这个时候明明应该在学校上课的她 怎么突然回家了呢 恩怀支支吾吾的说 自己忘带了课本 回家来拿 恩怀听了事情的原委 赶快打开了门 大家赶紧冲进了302室 整个屋子家具不多 打扫的一尘不染 放眼望去根本没有可以藏人的地方 窗帘被绑得整整齐齐 客厅唯一可以藏人的立室空调后面 也被梁卷立起来的梁席站满了 屋里压屈无声 根本不像有人的样子 张警官就带着技术队一顿搜查 什么床底下呀 衣柜里呀 橱柜里呀 抽斗里呀 反正脚脚落落 全部翻了个底朝天 但是根本没有小莫的影子 失望之下 张警官就让技术队提取了一下指纹 暂时先撤了 一出门 刚好碰见慌慌张张赶回来的许安正 就一脸茫然 袁武是一个靠父亲养老金生活的午夜游民 每天混集于各种棋牌室之间 这天从棋牌室玩完回家 刚好碰到来收水电费的女房东 女房东走后啊 父亲就不停地跟袁武说 你看这女房东她也三十多岁 长得又漂亮 还有房子 你们俩要能在一起该多好啊 父亲明显有撮合袁武和女房东的意思啊 但袁武啊 显然对父亲的话毫无兴趣 父亲说了一会儿 看袁武也没什么反应 就换了话题 她说今天啊 她睡觉的时候 迷迷糊糊的看见婷婷来看自己了 婷婷一定是很想自己啊 走了那么远的路 穿着睡衣就跑来看自己了 婷婷是袁武和前妻生的女儿 离婚后啊 就再也没见过 想必父亲也是十分想念自己的孙女吧 袁武啊 就坐在那里 有一搭没一搭的听着父亲说话 可是不知道过了多久 突然父亲那边安静了下来 袁武回过神 看向父亲 父亲 停止了呼吸 张警官调取了小区的监控 前前后后查了半天 也没有看到小诺的影子 这孩子真的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就在要放弃的时候 陶芳突然看见监控视频里出现了恩怀的身影 恩怀并没有返回学校 而是坐上了往北湖方向的公交车 恩怀这孩子一定是知道什么 往北湖方向 杨远想了一下 立刻一个名字浮现在脑中 西田山社 今年春节的时候 杨远带着一家人去玩过一次 当时为了感谢恩怀给小木辅导作业 于是就带上恩怀一起去 那边风景很好 还有一个快要生宝宝的萨摩椰 两个孩子玩得非常开心 回来之后啊 小木就一直嚷嚷的想要再去一次 想到这儿 一群立刻赶往西田山社 西田山社的老板说啊 并没有看到小木 但是刚才恩怀也来打听小木的去向 在园区啊 他们很快就找到哭得气不成声的恩怀 恩怀拿出了一张 他昨晚和小木对话的纸条 原来上次啊 他们一起来这边玩的时候 萨摩椰要生宝宝了 主人呢 就承诺要送小木一只 小木连名字都想好了 把他的名字和爸爸的名字加一起 这小狗啊 就叫莫远 算准了小狗的出生时间 两个人就准备先斩后奏 把小狗带回家 给爸爸一个惊喜 于是两个人昨天晚上就约定好了 小木假装去上学 然后偷偷的躲进恩怀家 恩怀考完试 立刻回家和他会合 两个人一起去接小狗回家 至于为什么家里和西田山社 都没有小木的身影 恩怀也蒙圈了 于是急得大哭起来 袁武啊就这么愣愣的看着父亲的尸体 他离不开父亲呢 更准确的说他离不开父亲每月进账的养老金呢 现在除了自己之外 没有人知道父亲死了 不能让别人知道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一个疯狂的计划就在他脑内形成了 先用防腐剂处理父亲的尸体 然后把他封入卫生间的墙体内 于是他先去了花鸟市场 买了大量的防腐剂 而后又转去建材市场 逛了一天 终于找了一家和卫生间一模一样的磁砖店 老板非常热情啊 说可以帮他送货上门 不想声张让他连忙拒绝了 房东林楚平当时买下这套房子的时候 是准备自己独居的 用心的装修后 住着也十分的舒服 但是发生了那件事之后 这个房子简直就成为了他的梦魇 这天醒来啊 疼痛的下体 和枕头边陌生的手帕 让他意识到有人进过自己的房间 他慌忙找到在医院工作的哥哥 哥哥帮他安排了检查 检查结果啊 确定了他体内确实有男子的精液 以及在手帕上检测出的隐秘成分 这种说不出的恐惧与恶心 让他选择了沉默 他立刻搬出了房子 去和同事合租了 虽然没有报警 但哥哥一直在背后调查此事 他一直啊保全了犯人的DNA 哥哥分析认为啊 这种事首先要考虑身边的熟人犯案 好在楚瓶身边的男性并不多 他们很快就锁定了一个目标 阿俊 阿俊是楚瓶的同事 是公司的一个程序员 这人呢沉默寡言 虽然对楚瓶一直有好感 但是从来没有表示过 而且他知道楚瓶的住所 哥哥让楚瓶筹诊机会 拿一个阿俊吸过的烟头来验下DNA 好在结果出来了并不是阿俊 但是楚瓶偷烟头这件事 却被心思缜密的阿俊发现了 就连整件事情的经过 都被阿俊拆了个八九不离十 楚瓶要索性 就把事情全部告诉了他 阿俊知道此事之后 表示他也要帮忙调查 并且啊还深情告白 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依然爱着他 不愧是心思缜密的程序员 阿俊进入调查之后 立刻发现了很多细节 一开始啊 哥哥认为 犯人是通过外墙的雨水管 进入楚瓶的房间的 但是阿俊试验了一下 发现雨水管固定的不牢固 根本承受不了一个人的重量 另外还有一点非常可疑 以迷的挥发性非常强 一般犯人作案的时候 都会选择用毛巾 而这个犯人呢 却选择用了手帕 阿俊推断啊 这个手帕可能就是犯人 用来掩人耳目的 而这个迷药 其实应该是下在了 楚瓶每天晚上睡前 都会喝的牛奶里 如果根据阿俊的判断 那这个犯人 一定是非常了解 楚瓶的生活习惯 而且是有钥匙 可以从正门 进入楚瓶家的人 那么这样一来 似乎只有一个人 符合这个条件 就是哥哥 为了确认这一点 阿俊提出回小区看监控 一般小区的监控啊 都会在云端保存一年的内容 作为一个程序员 找到这些并不困难 于是两人就以丢钱包为借口 回到小区查看监控 阿俊翻看事发前一周的监控 都没有看到哥哥的身影 二人呢 又去找了哥哥的同事确认 彻底排除了哥哥的可能性 楚瓶也算松了一口气 这已经是案发后 第三次查看小区监控了 张警官觉得有些疲惫了 翻来翻去 也没有任何新的线索 和保安聊天的时候知道 前两天也有一对男女 来查看小区的监控 便得看了好久 那女的就是小区以前的业主 现在搬出去了 哎叫什么来着 他在这里 17号楼二单元 3030楚平 听到这些 张警官突然感到一股电流 雾满全身 哎看到这里 各位聪明的观众老爷们 是不是已经猜了个 八九不离十了呢 真相呼之欲出 泻底欲进来了 原物把尸体放入鱼缸中 加入防腐剂 封上塑料膜 一番折腾啊 累得几乎虚脱 刚躺下来 迷迷糊糊之间 突然听到父亲房间 发出了嘻嘻缩缩的声音 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他听见房间里有奇怪的声音了 前两次他都没怎么在意 这次他觉得会不会 尸体出现什么问题 他赶忙跑到了父亲的房间 他打开衣帽间的门 突然发现有黄色的液体流出 还没等到反应过来 一个男孩颤颤巍巍 哆哆嗦嗦嗦的 从衣帽间里爬了出来 衣帽间伸出的背板 只剩下了右侧的一半 左侧露出了白色的墙体 墙体下方 竟然有一个方形的缺口 电光火石之间 原物紧紧地抓住了男孩的脚踝 捂住了他的嘴 左手中的锤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 重重地落下了 过了老半天 等原物清醒过来 才发现了倒在血泊中的男孩 他看见男孩的裤子湿了 刚才衣柜里的黄色液体 应该就是男孩看到尸体后 吓尿了 他摸了摸男孩的脉搏 好在还活着 还没等原物喘口气呢 他又听到衣帽间深处 传来了脚步的声音 一个高大男人 出现在了他的屋子 面前的男人看起来十分眼熟 好像他在哪见过他 原物回想了一下 他好像就是瓷砖店的老板 许安正 许安正当年搬过来的时候 他就寄于隔壁林楚平的美貌 在取得了楚平的信任之后 承包下来了他家的装修工程 他神不知鬼不觉的 就在自家的衣柜和楚平的衣帽间之间 夹了一道暗门 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就经常悄悄潜入楚平的房间 小莫失望当天 他确实躲进了恩怀的家 听到外面有人急促地敲门声 小莫慌忙之下就躲入了许安正的衣柜之中 他发现了暗门 误打误撞就来到了隔壁远武的房间 看到了鱼缸中的尸体 随着真相的曝光 许安正的落网 案件落下了帷幕 但是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 一个奇怪的想法在张警官的脑内 默默呼呼地成行了 案发前一天晚上 恩怀和小莫的纸条 真的是小莫提出来的吗 从纸条的内容来看 很可能这个计划一开始就是恩怀提出的 而且案发前一天晚上 恩怀在杨远面前找钥匙的事情 真的是无意间发生的吗 张警官买了恩怀同款的书包 发现书包里面没有任何加层 没有任何复杂的设计 就算书包中再乱 钥匙也是一眼可以找到的 而案发当天 正是因为杨远回忆起了恩怀找钥匙的细节 所以警方才认定小莫一定躲在302室 所以才会联系护主 正是他们的举动才导致小莫慌不择路 藏入了血安症的衣帽间中 还有一点非常可疑的就是 302室仿佛是经过的人精心布置一般 所有可以藏人的地方都设置了障碍 像是绑起来的窗帘 像是立室空调背后的梁卷梁席 好像都有人精心布置过一般 所以小莫当天唯一可以藏身的地方可能就是许安正的衣柜 另外案发后据许安正交代 他平时的暗门是有两个大箱子遮挡住的 而当天小莫之所以能快速的发现暗门 似乎是有人提前把箱子移开了 另外还有一点 根据恩怀学校老师的口供 恩怀当天是提前了10分钟交卷 提前离开考场赶回家去的 一向非常重视考试成绩的恩怀 为什么要提前10分钟交卷呢 细细想来 这10分钟看似不长 但是却可以确保他比许安正早10分钟到家 换句话说 即使当天小莫没有成功发现暗门 恩正也有时间把箱子搬回原处 不被爸爸发现 而恩正做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都不想要他 生活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 他十分渴望养远一家的家庭环境 而且他恰好又知道收养法的规定 必须是在夫妻双方没有子女的情况下 或者可以给子女开具死亡证明的情况下 才可以收养其他的孩子 但是这一切都是张景文的一个猜测而已 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谁也不知道 怎样这本小说你可以打几分呢 视频的时长问题 我省略了很多的细节 如果大家有觉得不符合逻辑的地方 很可能是被我删掉了 讲真啊 这本书对我一个独居女性来说 杀伤力真的非常的强 非常没出息的说 读的过程中 我忍不住去敲了我家衣帽间的背板 这本书的内容非常吸引人 悬疑恐怖气氛塑造也很好 但是最让我惊喜的就是 他对人物的塑造 三条线中的人物塑造的都非常的风满 他描写了三个家庭 表面上他琢磨描写了 这三个故事中的男人和孩子 但是更让人震惊的 反而是这些人背后的女性的形象 特别是母亲的形象 比如说书中的原我 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废柴呢 其实他打小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 成绩优异乖巧听话 他人生中的每一步 都在他母亲的严格安排下 一步一步稳稳的前进 从小他母亲就给他辅导学业 当他上大学了 母亲帮他选专业 第一次离开家住大学宿舍的时候 他母亲甚至每天都到宿舍楼 去叫他起床 后来工作也是母亲给安排的 就连结婚这件事 也是母亲一手操办的 母亲给他找了相亲对象 并且从头到尾都参与他相亲的过程 我说的这个参与啊 是那种坐在旁边的那种参与 可能很多人听到这点 就已经感觉到 浑身鸡皮疙瘩起来的那种压抑感 母亲的这些爱 就把圆武变成了一个极致的妈宝男 所以在母亲去世之后 圆武一下子就失去了灵魂 他没办法独自生活 他就是母亲的一个寄生品 主体消亡之后 寄生品就无法单独生存 所以他工作也干不了了 老婆孩子更是无暇顾忌 而赌博呢 就成为了他唯一的发泄口 这就让我想起来那句话 世界上爱都以相聚为目的的 唯有父母的爱 是以分离为目的的 这本书的题目叫海葵 其实一开始是我想吐槽的一个点啊 因为他书中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海葵二字 也没有提到和海葵任何相关的东西 但我看完这本书之后啊 发挥了一下我高中培养的阅读理解能力 我觉得这会不会是作者的一个暗喻 海葵嘛 大家都知道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但实则是一种有毒的神物 书中很多人物关系似乎都像海葵一样 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美丽 但抛开表面之后 应该发现有毒的内在 书中还有很多诸如此类值得思考的部分 不知道你看完有什么感受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弹幕区交流分享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一键三连 我是依依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